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学习新的章节,那就是输入输出流 那上次课我们学习的是文件对象 那这次课的输入输出流又是什么东西呢? 跟文件对象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次课介绍的文件呢,是指类似于操作系统的这种什么文本文件呢 还有这种word文件呢,或者exe文件等等 它统称为文件 那这个文件对象呢,我们上次课学习的都是如何去创建一个文件 以及判定它是否存在,是否可读等等 那文件里面好像都是空的东西 都是空的东西 举个例子,这还是我们上次课的 上次课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当然是首先构造一个文件对象是c盘下的a.txt 接下来呢,判定它是否存在 扫一遍它的所有的方法 我们其实是把它归类为输入输出流的一个概念 输入输出流 什么是输入输出,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 首先你要理解什么是流 然后我们再来理解什么是输入输出 那流是什么呢? 流如果我前面加一个名词 可能加一个限定,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 我们把它叫做数据流 数据流就意味着像文字啊,图片啊等等 这些都是数据,计算机能处理的东西都是数据 那数据流呢,说明是一串数据 像流水一样 而且它是流动的,说明是什么呢? 是有方向的 那有方向呢,数输出就是它的方向 那数输出数据流,也就说明我的数据流向哪里哈 是输入数据,还是输出数据 那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理解一下 我需要大家站在计算机把自己的位置现在换成计算机哈 站在计算机的角度去考虑一下 计算机输入,输入什么 输出,又输出什么呢? 站在计算机,如果想要输入一个东西 肯定是从外界向计算机输入 那其实就是读 输入流,输入数据流就是读数据 那输出呢,计算机去输出 就意味着它是在写数据 所以输入输出流呢 我又可以把它换一个叫做读写数据流 读写数据流 记住,它既然有个流的概念哈 就是流动的一串数据 而且是有方向的 这个方向有其实点,也有目的地 那好,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就来学习输入输出流的第一课 我们尝试着写一个书输出流 或者说是写一些数据到这个C盘的A.txt这个文件中 那在这一次课,我们就要学习一个新的类 叫做File Output Stream File Output Stream呢 中文翻译一下就是文件输出流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输出 对于计算机来说就是写的意思 那File呢,其实就代表写数据的目的地 是一个文件 是一个文件 那好,接下来我就在这个代码之上哈 去修改一下 好,修改一下 好,if note b 就是这个文件不存在,我去创建 好,否则的话就不做任何事情 好,接下来我要构造 一个文件输出流对象 这个文件输出流 File Output Stream呢 也是在加瓦点IO包中 嗯,new File Output Stream 那我如何构造一个输出流 文件输出流对象呢 因为文件输出流的这样一个目的地 就是一个特定的文件 好,所以它构造这样一个对象 实际上也构造了一个 指向特定文件的这样一个输出流对象 那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构造方法有哪一些 哇,有好几个 当然我们选择第一个吧 就是它的构造方法的参数就是一个File 类的对象 好,File 类的对象呢 我们之前已经初始化好了 就是File 如果这个对象不存在 会去创建一个 报错是因为呢 没有Try Catch 好,一旦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不存在也会创建嘛 好,我就构造出这样一个 指向这个文件的输出流对象 再接着 FOS就是一个写方法啦 写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的参数 这个写方法有好几个哈 有好几个写方法 这是方法的重在 但是问题是三个哈 但是问题是这个方法写的这个参数 貌似都是字节哈 因为发 output stream呢 它能写能输出的数据的类型 只能是字节 那好,现在我要写一个字符串 怎么办呢 那这样子 先定义一个字符串 Stream Info等于 Hello Cindy 好,我能不能想办法 把这个字符串对象转成字节宿主呢 可以的哈 通过一个get bytes方法 就将info对象 转成了一个字节宿主 再将这个字节宿主 哈 通过fos.write方法 因为这个fos是指向了这个文件对象 所以我调用write方法 就会将info这个数据哈 这个字符串转成字节宿主 写入到c盘下的a.txt 好,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 哦,执行完毕之后 貌似没有输出 的确是的 在我的程序中没有写出任何输出语句 当然出异常除外 我这还是有个异常打印的 好,那我怎么检查我是否写入成功呢 找到c盘下的a.txt 当我打开以后 你会发现出现了hello Cindy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输入输出流的第一次课哈 我们介绍的是一个file output stream 这样一个类以及如何构造它的对象 调用它的方法 file output stream是文件输出流 输出流就意味着是写数据流 那file output stream就是写数据流到一个特定的文件 那围绕这个我们是构造出了一个指向特定文件的file output stream的对象 而且它提供了一个字符串 写入到 调用这个fos的write的方法写入到c盘下的a.txt 好,这就是树输出流的第一次课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